HELLO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 等一下等一下 聲音太大聲了吧 等我一下喔 OKOK 來各位好我是各位的鋼本老師 本集呢來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新手剛進來的時候有沒有 的一些設定可以調整 來幫助你的一些遊戲進行 那又是近戰的部分 來我們看ESC遊戲設定 首先第一個很重要 這個東西 這個預設它是差的 那我會建議這個預設呢把它關掉 不要按兩下去切換到下一個陣型 這個盡量不要按它 這個東西呢等下我 等下我騎兵叫出來的時候給大家講為什麼 好然後再來就是相機的部分 相機啊我們盡量不要用 你是近戰的 遠程玩家他是綁著 他就一定是電影相機 但如果你今天是近戰的話 會建議說用成常規相機 因為差很多 我們用常規 你看我們用電影相機的時候 其實視角很窄 你不太能看到你旁邊的東西 就這樣 但如果你今天你用成 呃 常規相機的時候 你一開始也是很近 就會這樣子 但是你可以用 滾人班 你整個四角拉圓 你就會發現說 哇你整個 五十角耶 那三百六十度五十角 對啊 所以你是刀盾垂直啊 戰錨等等的 很建議用這樣 而且你用常規相機 你比較會 比較適合跑馬 你用電影相機真的很不適合跑馬 好再來 主要是這兩個 那我們來看幾個其他額外也可以開的 首先第一個 這個 顯示受傷的數位 顯示受傷這兩個 傷害數位跟受傷 這兩個建議打開 好 在原本一開始關了 建議打開 然後另外一個 如果你是很常進去戰場裡面的人 那我會建議你也要把這個打開 顯示頭上資訊這個打開 你看我現在關掉 我頭上是沒有資訊的 那我遊戲設定我一樣把它打開 我人就會出來 這個目的是什麼 目的就是說 讓你在 有像我這種垂直啊 我這樣進場的時候有沒有 我就可以比較清楚說 欸我現在人在哪邊 人在哪邊 我不會因為 自己在 兵裡面 然後迷失我的方向 我突然找不到我自己在哪裡 好來 那我簡單用騎兵來示範一次 示範一次 為什麼 第一個 這兩個 這個東西很重要 這個東西為什麼 如果我現在打開 我們一開始要玩騎兵啊 我們是會這樣玩 我們會一直讓 我們會一直讓兵 我們會一直讓兵 在前面 這是一開始玩這遊戲 要先學的觀點嘛 就是兵要一直在前面 會一直這樣動 但是你一直這樣動 你會發現 欸你插一直按 他會一直變換陣型 這有時候會讓你在 衝鋒的時機 或是用按2的時機誤判 造成你 呃 錯過了一個正常 一個很好的進場時機 我覺得很可惜 OK 那你看 那如果我今天把這個換掉 啊 我就可以一直餓 就可以這樣一直餓 一直餓 一直餓 我就可以一直餓 一直餓 想去哪裡 就去哪裡 這東西可以 大大的增加你的容錯率 OK 這樣一直餓 一直餓 好來喔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今天打開頭像 然後也打開傷害 這個 對於我們在戰場裡面的幫助有多大 來 來喔 我們現在在打艾倫堡 那我們派了一群 小老頭 往上走 在那邊幹嘛 你看 你的兵就是這麼 你要面對的兵就是這麼多 好 我們就這樣進場 來看 數字都會跑出來 那這個數字 對於 對於那個 我們這種槌子 格外重要 因為槌子很常 要去打人家背景 你看這種 這種很亂很亂 你也不太清楚 你自己人在哪裡 你看如果你頭上 沒有你的話 你是很常會找不到自己 唉唷 唉唷 唉唷這什麼東西 熬木刀隊 就衝過去 然後按1 然後你看 我要進去吃貝吉 哇 失敗 我有噴火冰 你看 然後你看 整個血條什麼的 你都可以不只 你會 你會比較直觀 因為如果你今天關掉 你的 你的 我們的眼睛在這邊 這是你的眼睛 那你今天把這關掉 你的眼睛要變在這邊 你會非常的 嘖 玩起來會KK 你知道嗎 唉唷 打個器械碎片 打個器械碎片 好你看 那我們 你這樣在 你現在把傷害打開 你就很清楚知道 你在打的傷害是貝吉還是 那個 如果你今天是打的是貝吉 你的數字是黃色 我覺得這東西 對於錘子或是一些刀盾來講 很重要 而且是刀盾 刀盾其實你在殺人吃兵 幾乎都是 比較仰賴靠貝吉 因為刀盾本身的傷害很低 那你這樣打開之後 你有確實的打到貝吉 你就可以代表說 唉你這個位置不錯 你可以繼續的持續做輸出 這什麼東西 欸 好 好 然後再來喔 好 我們大概講了 呃 這個畫面在實戰的好處 然後 還有那個 要開 要開這個 傷害的一些重要的點 來 那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畫面 我等一下換奇變給大家看 這兩個 這兩個 這兩個畫面在 你在控奇變的時候的差異 真的差非常多 然後你看 我現在血很殘 到裡面晃 我都覺得 我都覺得我都覺得我都很難 因為我現在血我都看得到 我就覺得說 欸是OK的 這個資訊的透明程度 是非常好的 來補血補血 OK OK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齁 來我們如果把相機變成電影相機 我們來看喔 這個跑馬很K 你看會會 你的視角很K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一還在玩 我們在控馬 我們會盡量讓馬在前面 那 你看這馬這麼 你不太能清楚知道 你要看左右邊 你會發現 哇 這個很明顯 會慢人家很多啊 你們不覺得嗎 就是會慢很多 好OK 但是如果我今天一樣 把遊戲設定變成常規相機 哇 是舒服很多 我想怎麼跑就怎麼跑 什麼事都沒做 我馬就死八字了 為什麼 原來他 內承門也有這個 OK 好 好 所以大概是這樣 所以 就整個畫面啊 這邊就重點 相機用常規 近戰的話 然後 這個按掉 按兩下這個按掉 然後 界面這四個打開 你就會 嗯 其實顯示傷害欄語也可以啊 只是我會覺得畫面太亂 嘿 就是這四個 看各位 但我會建議就這四個開就好 阿如果你顯示傷害欄語 要打開也是可以 只是畫面會真的變得很亂 阿如果你電腦 好 呃 因為這遊戲你兵力多就很容易掉真 阿如果你再看那個會掉更嚴重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我們用常規相機跑馬 但不一定跑得好喔 因為現在這個版本 馬很難跑 哈哈 哈哈 唉唷 艾倫堡 真的是一個我覺得 嘖 不太好工的一個地圖 尤其打到本陣 好來喔我們來繼續看喔 你看我們要這樣控 然後進來我們再看左右邊就非常的順暢 被卡住了被卡住了 哇就死掉了 OK這就是 對啊就跑得很醜 但就是這個跑馬的 就是開這個相機給的幫助 我真的覺得差很多 那但是這個相機阿 你在遠程就沒辦法 你是長攻短攻火衝 那個就沒辦法 他就是一定是綁電影相機 所以 玩遠程在跑馬上 確實在 難易度上 我覺得是增加很多很多的 像我自己玩火衝 在跑馬的時候 真的是像智障一樣 就很難跑阿 非常難跑 你看我們在玩這種兵也一樣 你看他有F1跟F2陣型 通常我們都會架F2的陣型 那你看我們如果 我們把那個X按掉 你看空起來就一直走一直走 很順很順很順 唉呦這什麼東西 這怎麼長這樣 跑喔 有打進去的嗎 欸打進去的耶 隊友好強喔 不要打不要打 不要打 好要贏了要贏了 喔 哇 哇又被打回來 你看這個圖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全部關掉 就是 原本的預設 玩起來會多卡 玩起來會多卡 來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你看你的畫面長這樣 然後 不太有資訊 但這就是預設的喔 這基本上沒開的時候 就是長這樣 好 然後你看 隨時我連爆人都不是很好爆 好 然後你看我在看血量的時候 我就 必須隨時去注意自己的血量 被爆走了 你看 那連我旁邊有沒有 我這樣要過來 都有進行攻擊 我都不是很好做判斷 所以 就會很明顯說 其實 呃 這幾個按鍵打開 會很很大幅度的幫助你 呃 在 進行遊戲的時候 你會可以更直關心的做判斷 對 坦白講我會覺得說 他一開始怎麼 這遊戲不這樣做設定 一開始反而給新手 很多都關掉 然後那個 唉唷 好 好那其實我重點都講完了 其實到這邊就可以 關影片了 但我就還是把它打完 怕覺得說 啊怎麼 都錄到一半的不打一打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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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打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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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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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還叫細細誒 這個圖架器械架炮瓶真的是 暈倒囉 喔齁 色的吧 這圖要怎麼打的 就問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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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т 鞋 鞋 召唤 Living fellow 哇 召唤 QQ